三星剛不久已經正式發佈了旗艦產品 S22系列,接下來的時間 預計將在全球多市場推出多款A系列智能手機 目前能夠預料的機型 有3月份、4月份將要發佈的i53、i73 其次是A33、A23和A13 一致的這些型號已在俄羅斯和印度獲得了無線電波認證 上述5款手機均有支持無盡網絡 相比較去年型號只是做了小幅調整和改進 按照爆料所說,近期將發佈的A53與A73 已經在印度著手生產,不久之後就會推出 因為還是性價比定位,所以價格確實大眾能承受的範圍 具體而言,這兩款新機有什麼提升 讓我們來看看它們都有哪些變化 一、三星A53,未關於上代與A52類似 有黑色、白色、藍色和新的橙色四種顏色 支持AP67級防水防塵等級 機身厚度比A52還要薄 達到8.14mm,取消了3.5mm耳機插孔 三星A53屏幕採用6.5英寸的AMOLED挖孔直面屏 支持120Hz刷新率,分辨率2400×1080 支持屏下指紋技術 A53將採用高通778G或者三星自家的 Exynos 1200芯片按地區畫風 根據曝光的Exynos 1200芯片 在Geekbench平台的跑分顯示 單核690分,多核1840分 成績並不是很優秀 內重方面,用型內重6GB、8GB 加重儲可選128、256GB 後置鏡頭模組其採用後置試射方案 6400像素帶光學防抖的主色 1200萬像素超廣的鏡頭 500萬像素景深鏡頭 500萬像素微距鏡頭 斜至1200萬像素自拍鏡頭 電池和快充方面 A53據說搭載的是5000mAh電池 支持25W快充,支持5G網絡 系統方面可能是用型機與安卓12系統的 OnEUI 4.1 雖然三星A53的處理器不是十分優秀 但對於想體驗三星的那塊高清 屏幕的終端機用戶來說 還是不錯的選擇 二、三星A73 三星A73外觀也與其前身A72相似 配備6.7英寸的AMOLED顯示屏 1080P加分辨率 刷新率為120Hz 處理器方面 採用高通驍龍765G 存儲又有8加128、8加256GB 電池容量為5000mAh 支持33W快充 支持5G網絡 相機配置方面 三星A73將採用HM2圖像傳感器 以10800像素主色 支持光學防抖 支持屏下指紋識別 擁有AP67G防水等級 支持SD卡槽擴散 最高可達1TB擴散 三星A73同樣也是定位中端智能手機 屬於A系列中頂級機型的存在 在屏幕數字和拍照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這兩款機型重新能完全滿足日常使用需求 對於測重性價比的同學來說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麼以上大家對A53和A73的兩款機型 還有哪些期待呢? 至於定位稍低端一些的A33和A23的詳細規格 現在也被曝光了出現 A33將配備6.10英寸的 6080P加AMOLED屏幕 90Hz刷新率 聯法科天機720芯片 後置4個攝像頭 4800萬像素主攝像頭 加800萬超廣角攝像頭 加500萬深度掃頭 加200萬微距掃頭 510毫安電池 支持15W充電 並搭載安卓12支持5G A23則據稱它將配備6.60英寸的 1080P90Hz APN10液晶面板 天機700芯片組 後置也採用4攝設計 5000萬加800萬加兩顆分別為 200萬微距加200萬像素的景深鏡頭 同樣也擁有5000毫安時電池 支持15W充電 並預裝安卓12擁有5G支持 另外關於三星2022款的A系列機型 今年最顯著的變化之一 就是取消了3.5mm耳機插孔 這也是在S系列機型後 在整個A系列整容中實施的 之外新款的A系列機型 也配備了新的處理器和安卓版本 新手機將會搭載基於 安卓12的ONE UI試用戶界面 三星還提供3年的安卓操作系統更新 和4年的安全更新作為標準 因此你可以在相對較長的時間內 享受最新的操作系統更新